好沉重 因为刚才师姐讲了一句 她说只要把媳妇做好就好了 但其实要把媳妇做好 就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桂香师姐是又要上班 又要顾家里 我那时候看到她要照顾 这么一大家子大小的事情 我先问她有一天48小时吗 还是她都没有在睡觉 包括了陈妹生小孩坐月子 这个部分都是桂香师姐在帮忙照顾 其实我觉得看到她就觉得好不舍 真的很不舍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万里桂花香 今天要来看一看 这个轴离之间的相处 其实如果可以像姐妹一样互相关怀 是令人呈现的 但是还是要用心 我们来看看她们怎么做到的 欢迎本尊桂香师姐 主持人好 大爱观众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陈妹师姐 主持人你好 全球观众好 继续欢迎的是黄轩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 其实照顾这么大一家子 照顾到后来也都很自然而然的 会跟她们感情变很好对不对 怎么用什么样的心情来跟她们相处 因为其实你受了不少委屈 这倒是真的 因为受了委屈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现在大家回来要用餐 才是实际的动作 那我要赶快把东西弄好 大家把它用餐吃饱 大家要聊天才来聊天 要做任何事情 我只要把我的角色 做媳妇的角色做好 我觉得师姐有一件事情还不错 她在做事情的时候 会先把自己个人的情绪放在一边 黄轩你自己在戏当中 有感受到一个掌息 其实她到底承受着 什么样子的一种压力 跟处在万家的这个定位上 好沉重 因为刚才师姐讲了一句 她说只要把媳妇做好就好了 但其实要把媳妇做好 就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贵兄师姐是又要上班 又要顾家里 我那时候看到她要照顾 这么一大家子大小的事情 我先问她有一天48小时吗 还是她都没有在睡觉 包括了陈妹生小孩坐月子 这个部分都是贵乡师姐在帮忙照顾 其实我觉得看到她就觉得好不舍 真的很不舍 那除了要这么忙之外 还有就是常常会有来自于爸爸的压力 那可能你做的是为了弟弟妹妹着想 可是在爸爸看来她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做 那就变成离外不适人 所以其实每一次看到贵乡被骂 我们在旁边看都真的觉得很舍不得 但是又不方便 因为爸爸家里最大嘛 你又不方便顶撞或是替她说话 所以能做的就是 爸爸走了 走过去拍拍贵乡师姐的肩膀 可能就是给她一点这样子的安慰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嫂嫂讲 我很感恩她 很疼我们这一家 感恩贵乡师姐 那是我可用可感恩 真的 我们未婚嘛 对 是 要有走礼可能也是要看姻缘 我觉得这是人跟人相处的缘分 而且我之前说 陈妹师姐给我印象像水 贵乡师姐的处理方式比较像火 但是她们两个不会水火不容 她们反而是互补的在个性上 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个是 人跟人相处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关键 师姐比较会带 就是会带头去做事情 然后会把条理这样分得很清楚 那陈妹师姐就会 她做什么她跟着做 所以我觉得在两人的关系当中 就很像一个语言 然后把它布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没有办法强求 没有办法强求得来的 你记不记得你有一场戏 是在坐月子的时候 变成早上拿着餐进来 然后就坐在床边 这样子的一个对谈 那个时候 因为其实我们的陈妹师姐 她就是用感恩二字 你觉得在那场戏当中 是不是其实有帮陈妹师姐 把她心中对于大哥大嫂的这种感谢 都在那一场戏有做什么样的表达 其实我觉得不只像刚才 陈妹师姐讲说感恩贵乡师姐 还有包括了大哥 在他们很困苦的时候 给他们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好像 这么多的事情累积下来 已经不是一句感谢 可以把她概括去表达的 所以两个人透露 像那天我跟立文拍起来 会觉得很奇妙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多了一个姐姐 妹妹 可以跟你好好的很放松 放下心房 然后想要聊什么就聊什么 然后可以彼此分享心中 最不能说的那个秘密 我觉得这个感觉蛮特别的 这是也许他们之间 只有这样的火花 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 就你很自然从他们身上 感受到这样子的情绪 很多的职业妇女最怕的 就是时间不晓得怎么分配 但是我们在剧当中 看到立文的演出 哇 我觉得我们要请教本尊 你那时候都几点起来 要到西边去洗衣服 最慢 4.50 最慢啊 要摸着黑出去 没有啊 先做饭菜 起床 4.50起床 然后就做饭菜 饭菜做好 小姑他们的便当打好 然后再去洗衣服 起回来 赶回来7点半上班 然后接下来上班 中午好好回来 中午休息一个小时 需要回来做饭吗 中午比较不用 晚餐 晚餐 然后接下来晚上还有什么行程吗 然后有哦 晚上吃饱饭 就加班 再回去加班 对 有时候加10点 有时候加通宵 有12点 因为那时候是协业高峰时嘛 懂 这样 那加班的时候公公婆婆有没有特别对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意见或者是想法 没有啊 她觉得很好啊 帮我万家赚钱 懂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需要经济上面的支持 对啊 对不对 所以做一个职业妇女真不简单 不像以哥来坐月子的时候是连这个部分都是要照顾进去 还有那个万友在家里面 对不对 那时候万友已经六岁了 不用啊 那就是跟我婆婆 她坐月子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就先把她的洗脸水 刷牙水 然后早餐弄好 就把她打理好 我就赶快去洗一边 顺便她的衣服也带起洗 我觉得到她家 到她作业子我就发觉说 不对 我要把他们的苦 把她一起吃 不要让我的肘里也去跟着吃 所以我下去三个肘里都比较没有吃 如果现在再回想起来 可能公公对你的一些为人媳妇的教育 言语上面会比较让我们不太能够接受那种态度上 令人恐惧的话题 可是当你自己沉浸下来之后 其实公公有没有哪一些对媳妇的教育 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受用 也很感谢她的地方 有啊 她就是 她的表达方式是这样 其实她也是蛮爱这个家 因为她以前是孤儿 她能够把这个家这样撑起来 也是她的另外一面的伟大 这样 然后也是让我们去体会到说 深教 不要用上人说的要口说好话 柔软嘛 这样 的确是 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一种 我们不太能够接受的态度 但是其实也是我们学习的一面镜子 对 对不对 只是这个只是要提醒我们 要懂得怎么样跟身旁的人相处 所以也是要很感谢公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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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大家明天要继续收看我们的万里桂花香 也感恩三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你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明天见 站在了一个高峰上 自己不知道怎么下来了 她这个脸板在那边 她不知道怎么笑 所以也许我离开以后 也许这个话讲完以后 她说不定 她会思考一下 转个一两次以后 我可能再去跟桂香讲 用另外一套方式 说不定就 家里就和谐一点 我觉得很 我觉得很辛苦 因为好像每次处理好一件事情 结果过两天一回家 爸 我回来了 爸 这 这 这 不要去问妈妈 爸 爸怎么了 不是嘛 那个就 又来了 对